Hello 各位觀眾,歡迎繼續收看 Call of Duty of Runs Warfare with McAlvin 由於故事模式,有些版權問題我處理比較麻煩 所以今集我們開始玩Multiplayer的一個人 其實Multiplayer也是 Call of Duty 最大的賣點 我之前也打算玩,不過是玩完故事模式才開始 不過看來現在要用來少一攝這個時間 這個就是我的角色,可惜他不能改變的樣子 唯一一個亞洲亞裔人,叫Chan,我想也是大陸人 最貼近香港,我用了他的樣子 如果你有玩過,Cord Duty有很多Gimmick 你也不只是開槍,所以我由MW開始已經玩了 我不高虎太久,今天有一個Gameplay給大家看 我主要是用,現在我玩了不是很多 玩了大概幾個小時 武器方面,你要分為Azot Rifle Machine Gun,Sniper,Shot Gun,Heavy Weapon 以及一些Special Special當然是一些盾牌,或者一些榴彈炮 我暫時發現最上手的都是用這個 比較連射性比較高的 Machine Guns SMG 我用的是第一支KF-5 另外一些叫做Score Stack 或者以前叫做Kill Stack 我進入遊戲裡面才跟大家說 有兩套配備,一個是Target Enhancer Fore Script 等你穩陣一點,不會有那麼大後助力 Secondary 第二,就是類似Shot Gun的一炮 我們不說那麼多,馬上進入遊戲裡面看一看 這一場,這個地圖我不是玩過很多次 所以一開始有點害怕 如果你玩Call of Duty的Multiplayer 你會玩很多次,你會發現它的節奏會快很多 特別比起另外一個對手Battlefield 在這裡才打了一隻 而且是越來越快 今集Avanced Warfare 多了一些Exoskeleton 讓你可以跳來跳去,令到節奏更加快 以前在一個位置,等幾秒 哇,隱形也沒用 等幾秒才打算轉位 但是現在根本好像沒有時間讓你轉 而且它的地圖越整越少讓人露營的位置 雖然現在還有些人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是Camping 打FPS就會知道 哇,後面有... 哇,這些真是... 在後面你都不省水,還在那裡 Reload 你如果知道打開FPS,知道什麼是Camping 就是他經常在一個位置 不停地躲在那裡 等人經過的時候就殺死你 哇,現在連續殺了... 殺了... 殺了... 六個都還沒死 十分之開心 所以令到遊戲的節奏會快 基本上嚴格來說,你是不能去想 我們在這裡換一換槍 因為我原本的槍已經沒有了子彈了 但是... 有它的好處... 哎呀... 就跪了... 有它的好處就是... 對於沒有這麼有耐性的人 來說,你就不會覺得悶 如果你有玩World of Tanks 為什麼這麼多小小孩不喜歡玩 我說小小孩就是... 呃... 二十歲... 十五至二十五 因為你想想想 如果你在World of Tanks上面 快 Reload 的坦克 都要五六秒才一炮 然後呢... 我說你叫那些... 小朋友怎樣去到... 呃... 噢... 被人亂槍射死了 有沒有這樣的耐性在等你呢 在Call of Duty 裡面 你一秒鐘已經開了不知多少槍 所以... Call of Duty 觀眾的層面... 即是很多人玩 但是主要的... 玩家都是... 嘩... 可惜 這裡最主要的玩家 都是十五至二十歲 會非常之多 我自己打這些FPS 老實說 就不太擅長 老實說 World of Tanks Battlefield 都不太擅長 但是呢... 一直都有玩開 所以有些情意結 所以... 今集呢 花點時間去玩一下 那... 你打Call of Duty 一些叫做... 唉呀... 這裡真是慘 給我吃完那兩隻就行了 一些叫做Killstack 第一代開始已經有了 或者現在叫做Score Stack 就是... 如果你連續殺了一些人的話 你可以Call in一些支援 究竟Call in什麼支援 由你自己去到選擇 你見到我右手邊有三個 就是... 我選了... 因為它叫UAV UAV就是你可以在minimap看到敵人的位置 全隊人都看到的 就是... 幫助整個隊伍 第二個呢 叫... Drop... 叫做... Drop... Care Package Care Package 你會掉... 唉呀... 這個... 已經看到它上來了 還是不太習慣 因為現在的跳跳下 你明明在下面 突然之間下一秒鐘就可以出現在這裡 這裡... 又是這樣 已經明知了 都不小心一點 那... 你叫Care Package下來的寫單 大家都會看到 那... 就會... 它隨便的 會出一些比較... 嘩... 這裡很棒 就是這個 就會出一些隨便的支援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但是不會是太厲害的 唉呀... 這裡掉了 但是一定是要空... 就是在建築物裡面叫不到 以前的Call of Duty 就是會用一些直升機 或者被調過來 今集就是會... 嘩... 這個太空是彈下來的 Orbital 就是這樣 嘩... 好... 好... 今集就抽中了這個... 叫做Ariel Jones 用來... 大家會等一下看一下 會用來... 但是不用得住 有些東西是... 它自己... 自己控制的 這個就要我玩家去控制的 主要是Mark 人出來 就會有些Sporting 的分數 就是這樣 你要拿著這個 有好有不好的 如果玩家控制的話 如果拿得高分一點 就準程度高一點 但是如果... 是電腦自己控制 你就不需要現在躺在這裡 操控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你操控這些東西 又躺在這裡 你是很容易被人... 打死的 就是... 如果人家發現了你躲在這裡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隱藏的位置 而且如果不需要你自己玩家操控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走去... 繼續打其他人 就不需要浪費一些時間 就是可以同步進行 所以我有一點覺得這個遊戲 就是什麼... 贏者就越贏 輸者就越輸 為什麼呢? 因為你... 你那個... Q-back ratio 高 哎呀... 這個真的慘 就是你殺人越多 你得到的支援是越多 那麼... 令到你可以再... 可以殺多些人 但是... 唉... 這個又是愚蠢了 但是如果你繼續輸 繼續輸的話 你自己那個... 咳... 越來越沒有支援 那麼... 越來越輸下去了 呃... 很難去到翻身 那麼... 75比59 哪個拿到75分就最... 就沿著了一場比賽 我拿到最後那個Q 大家看到 有點苦 在這裡一 spawn了 但是... 鬼知你什麼 最後比賽是14比8 那麼... 我覺得OK啦 不是太好 但是OK的 好啦... 這一場呢 算是我打了很多場裡面 比較好 雖然都不是太完美 你看到一些很厲害的高手 特別是一些外國的Youtuber 會經常出現25比4 30比2 這些超高的KD的Ratio 老實說 我做不到啦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玩家 如果你的QD Ratio是2比1 即是... 你死一次殺到兩個人 已經十分之不錯了 好啦... 今集就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 就給我一個Like 不喜歡就給我一個Dislike 如果你想繼續玩呢 想看我繼續玩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 我想如果多人看的話 我會跟World of Tanks 和Fever 成為第三個 長篇的連載 在Youtube Channel裡面 好啦... 儘管看看觀眾的反應如何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好